好扯喔 他這個短板我都要三公尺的店家 裡面是在六間店 大家好我是不期的月 Steven他是夏 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們要帶大家來逛逛 釜山反的南大門市場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跟夏 身後的這個是 富品罐頭市場 然後對面的是國際市場 這兩個市場呢 是釜山非常有名 有點像是熟兒版的南大門市場 所以今天這集影片呢 我跟夏呢 就要帶大家來看看 釜山兩道市場 富品罐頭市場 還有國際市場 到底逛起來怎麼樣哦 那現在就跟我們一起吃吧 那一走進這個富品市場呢 他感覺起來 就跟望遠市場的感覺 有一點點像 中間都是一條走道 然後上面的是頂棚 兩片全部都是商店 但是感覺起來 他吃的 好像比望遠市場還多很多 所以我們就帶大家來好好逛一下哦 哇大家看 在路口這邊呢 他就有在賣這種眼袋 哇還黑五千塊 應該是夏貝 就是夏天的 我稍微摸一下 對它是夏天的那種貝 摸起來感覺比較涼 然後那邊有兩萬塊的 我給大家看一下 他這家店好像是初心店啦 就什麼都賣這個樣子 欸 跟講這個是東貝 這個摸起來夠厚 而且摸起來很飽軟 這樣才兩萬塊 天啊 感覺好像比手都便宜哦 然後旁邊你看他有賣那種 年紀大的登山褲 登山衣跟濕巾啊 還有甚至一些羽絨外套等等 非常非常多 而且價格大概都是兩三萬 甚至外面 這邊只要五千哦 你看他這邊好酷哦 給大家看一下 他賣很多商店 好扯哦 他這個短感不到 三公尺的店家 裡面是在六間店 然後他每間店都像這樣 他一小杯就是一家店 然後他賣了非常多藥品啊 等等的 超扯的 欸他這邊有賣酸痛藥布 那個是去日本買的 非常有名的酸痛藥布 我怎麼看到台灣也有賣的糖果 有啊 因為他這邊 就很糾索 他這有點像南丹麥斯拉 就是他賣很多那種進口的糖果 可是要跟大家講 韓國還是會有一些仿冒品 所以大家在買的時候 還是稍微要注意一下價錢 如果太過便宜呢 還是建議盡量不要去買 你說那香菸也有可能會有仿冒品 當然啦 香菸當然也會有仿冒品 是嗎 你看他這邊有賣很多鞋子 非常非常多 婆婆媽媽都要來看鞋子 我看那種好像是一樣 問他這邊多少錢 好啦好啦 現在一直在找這一耍 這個麻毛雪 雪雪這個樣子 你要問他嗎 一個我賣的喔 1萬5千元 1萬5千元 他這個價格直接就是 首五我們看到的最低價了 不是吧 1萬5千塊 不過還不錯啦 說不定可以 現在看得出來有一點點 對家店有一點點 有一點鞋子變成非常多 說不定可以隔隔出鞋喔 呵呵 想殺假 你看這邊有一家店 我覺得非常經典 因為他什麼都賣 你看左邊賣藥品 右邊賣包 然後裡面還有賣一些鞋子什麼的 就幾乎什麼封包啦 一間店媽媽才來 其實這個逛角我覺得真的有點像 福山版的南大美食廠 他這邊還有賣很多衣服 甚至還有點吃的 因為這邊的那個紅豆冰很有名 所以可以看到 這邊跟那邊 他都有很多人家在賣那個紅豆冰 那紅豆冰也是大家來福山 推薦要來試吃看的 雖然說我不知道 他這邊紅豆冰比較有名 他這邊吃起來的紅豆冰 跟台灣有差嗎 等一下你吃吃看就知道了 這邊也有賣醬菜 2萬元 這是醬蟹2萬元 炒茶菜 對這是炒茶菜醬蟹 然後這個是魚吧 然後你看這邊 還有他們非常常見的一些泡菜等等 全部都有賣 哇塞 這邊真的是福山婆婆媽媽最愛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 你看他這邊有賣非常多的醬菜 而且這邊是有打包過的 像這邊的這個牛肉絲 然後還有這種蛋 跟甚至你看 醬蟹 非常非常多 我覺得他這個市場 負名市場其實我覺得比較像是那種 就是婆婆媽媽們會常來買的那種 黃溫市場那個感覺 你來這邊是要買一盒 然後回家呢 就可以簡單當作小菜配的飯吃 非常非常方便 然後他這邊也有 跟南大門市場一樣 有賣草莓 這個8000耶 比較小啊 這個比較小 嗯 然後後面那個比較大是1萬塊錢 還有1萬9 還有葡萄 他這邊真的是什麼都賣 在手偶的話 我覺得有點像是望遠市場 有點不太像是南大門市場 還有比望遠市場還要更多 對 可是他比望遠市場還要更多東西 你看糖蟹酒 哇塞 超多好吃的 然後給大家看 他這個富平市場其實是一個 激進於正方形 因為剛剛我跟謝蘭是這邊走進來的 一般的市場只能只有這一條 富平市場的 你看他是這樣 他是有點像這個正方形的 就基本上來講 在這個區塊裡面的每一條小巷 都是屬於富平市場 都可以進去逛 然後你看 因為釜山的魚餅非常有名 所以富平市場 這已經是我們看到第二家 專門賣魚餅的 給大家看一下 哇 玩起來好香喔 都非常新鮮 釜山魚餅是真的非常出名 所以強烈推薦大家來這邊 一定要來吃吃看 然後在富平市場 西邊這邊呢 這邊全部都是吃的 你看 全部都是吃的 貨豆在哪裡 喔 強餅耶 給大家看 對 對 欸 色荷包爛耶 天亮市的貨豆是3000 然後一般的那個口味的話 就是1500塊 而且你看 這邊有賣韓國的傳統煎餅 你看 非常多 然後推薦也有耶 你看 辣炒年糕 魚餅 它的年糕都超級粗的耶 還有紅豆粥 這個奶奶都睡著了 奶奶 南瓜粥等等 甚至年糕 年糕的話 就像他們那邊有賣 就是那種過節的時候 他們的 中秋是他們最大的節日 他們有時候就會買那種比較 有花式的花樣的 然後買回去送你這個樣子 沒錯 超多的 哇 你看這邊是魚餅 滿滿的 這個是主帶 哇 它那個魚餅的 基本上快要滿出來 你看 這邊還有一家店 全部都是賣魚餅耶 超扯的 那我跟夏呢在市場裡面找了一家 好像聽說是吃這個油豆腐還滿有名的 然後呢 點了一碗這個油豆腐的魚餅 看 有油豆腐 然後還有魚餅 魚餅有非常非常多 這樣一碗是有肉腥 然後現在來吃一口它的湯 嗯 嗯 看我喝 那個湯都很熟 沒有 它怎麼可能會喝 對 像廣東廚是不是 那你來吃一口它的魚 你看 它旁邊有給這個沾一下嗎 然後這樣拿一口 這邊還是一個福袋 你看 超滿的耶 它很大一個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冬粉 來 下來咬一口 嗯 嗯 你看 它就很像在吃 我們只要淡水 OK 它這個就是整個包起來 然後裡面就是粉絲 我來吃 好吃 你啊 你吃了嗎 你啊 哇 哇 哇 它這吃起來就真的跟台灣的幫助都比較像 台灣就比較像是台灣的幫助手的湯 它是油豆腐嘛 它外面的豆腐 然後吃裡面的粉絲 也是蛋粗 這個杏滿燈絲 跟那個古萊斯的魚餅來講 古萊斯會比較像是韓國方式 然後它這邊呢 就會比較像是台灣的幫助手 好 那現在我們已經吃完油豆腐出來了 這家店好像真的人氣蠻高的 剛剛我們出來的時候 有一個外國人說 欸 你去買呢 很有韓文說這家店 那個油豆腐 欸 很有名耶 就這家店人氣很高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過來這家店試試看 好啦 那接下來吃完 跟西亞想吃的油豆腐呢 因為他們這邊有賣非常多的那種紅豆粽紅豆冰 所以呢 我們決定要來這邊找一個紅豆冰來試試看 我們剛剛問了好多家 好像因為現在是冬天的關係 所以他們都不賣那個紅豆冰 他們只賣紅豆瘦 也是啦 這種天氣吃冰好像有點不神經病 也是啦 雪冰這時候這種天氣還不是照賣嗎 可是人家是在店內 而且他們有開暖氣 這個是在室外 然後呢 因為我跟西亞常常在釜山這邊看到他們的辣炒年糕都非常不錯 所以我們在富庭呢 就是跳了一間看起來人很多的 要來試他們的辣炒年糕 然後這個是菜單 稍微簡單給大家看一下 魚餅的話三個是三千 還有熱狗一個是一千耶 然後炸物的話一人分是五千 然後有那個辣炒年糕炸物碎的也是五千塊 我們來試試看 給大家看一下喔 你看這個蠻多喔 你看 它這家醬汁呢 就是又甜又辣 就真的是口味比較偏醜 然後偏黏醜 站在帳戶上面非常的稀醬汁喔 這個呢是花雞 它這麵附品市場裡面的辣炒年糕非常酥 然後就去肉糖 而且它的醬汁比自己熟的那邊來講都會偏的稍微要重口而已 它這麵還有魚餅你看 蠻大塊的 就像它最有名的魚餅 它這家店應該是蠻有名的 因為外面只有非常多 而且它東西吃起來很酸 現在大概是下午五點多 它整個那個大炒年糕跟魚餅都已經快賣完 所以如果大家確定要吃到的話 那你可能要稍微找一點點買 好那現在呢我們已經從這個富平罐頭市場出來了 你覺得咧富平罐頭市場 很好逛啊 對它這次要逛起來呢我覺得定位還蠻特別 它有點像望遠市場 但是它其實是比望遠市場還要大非常多的一個市場 然後最主要是它裡面吃的東西超多 望遠市場呢是只有一條街 但是它這邊其實有點像是九宮格這個樣子 然後最靠近西邊出口的這一排 這一半全部都是賣吃的 然後像西亞去吃的那個牛豆腐那一家 然後還有像我們剛剛吃的那個辣炒年糕 其實在這邊呢都算是很有名 而且我吃起來 你那個牛豆腐你覺得喜歡嗎 然後我吃的那個辣炒年糕 我強烈的推薦 喜歡重口味的人一定要來試試看 因為它的味道甚至會比我這一次 在首爾那邊吃的布加瑪甲都要好吃很多 然後加上這裡面又有很多東西可以逛啊可以買 你看像我們走出來的旁邊 身上也有很多的那種水產 就是你可以吃生魚片啊 吃辣魚湯啊 醬蟹啊等等 非常多的海鮮可以吃 所以呢這個富山的富平罐頭市場呢 非常推薦大家一定要來試試看喔 你絕對不會失望啊 好啦大家喜歡我的影片呢 請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你的任何訂閱按讚留言 對我們來講都是莫大的支持跟鼓勵喔 那今天這集影片就現場了 我們下集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